电脑被黑 对方威胁公开我和前男友的私密照 我登上某博大号和黑客对喷 你有本事公开呀 我前男友长得帅 身材还这么好 网友看了都得羡慕我 黑客急了 你有没有廉耻 网友 一分钟内 我要得到他前男友的所有信息 好消息 我演的电视剧火了 一夜之间身价暴增 以后机器不愁了 坏消息 我电脑被黑了 黑客要价5000万 不然就公开我和前男友私密照 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差 能刷到这个视频 说明你要上岸了 留下一句话 并爱了一下自己 好运即将到来 我从18岁开始 起早贪黑 在剧组打工 落过水 追过马 摔过威亚 我认认真真演戏 老老实实交税 赚的每分钱都是辛苦钱 好不容易混出头了 谁想从我这把钱抠走 门都没用 电脑蓝屏上弹出几行字 对方语气蛮横 48小时之内收不到你的钱 我就公开照片 用比特币打到这个账户 一分都不能少 还比特币 现在不让炒币听说过没 我反手报了警 但对方很隐蔽 查IP根本追踪不过去 我思外想去 应该是前几天刷视频 不点进一个跳动的 小广告中的招 那之后几天 电脑都奇奇怪怪的 桌面会不时出现 一些陌生的文件 但我一直没在意 好奇心害死女明星 我把老电脑扔在一边 直接手机下单 买了个新电脑 还让客服帮装上 最新版杀毒软件 吃一欠掌一掷 我要杜绝隐患 让黑客自己玩去 让了黑客几天 他闲不住了 在外网社交平台 注册了个账号 听名字就很黑客 叫浣熊烧香 他放出消息 近日仙侠剧爆火的女星 梁某私密照流出 一时间网友们奔走相告 不少人抓紧商机 各大交流群流传着 AI合成的打码照片 还有人打包售卖 我块钱20张 销量特别好 我特意买了一份 没我拍的好看 很快 权威人士下场鉴定 目前网传照片都是假的 黑客看了这阵势 有点着急 诶 真照片在我这 我还没公开呢 我知道 黑客扩大声势 是为了吓唬我 增加谈判筹码 我都能想象他那副嘴脸 别以为我不敢公开 节节节节 我爆红之后 签了不少广告代言 收入不菲 这种代言合同 对艺人是有约束条款的 如果因个人原因 影响品牌形象 不但要解约 还要赔很多钱 黑客肯定想利用这一点 他以为 我会不惜代价地 公关掉照片 但我的经纪人 和法务经验很丰富 你是受害者 别往心里去 他们要赶解约 我就找他们要钱去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黑客好像挺着急的 他用就电脑的蓝屏联系不到我 又发现我没有外网账号 只好给我某博上 公开的工作邮箱写邮件 我工作人员 平时不怎么看邮箱 业务都是手机联系 黑客发的邮件 我过了三天才看到 你怎么钱还没打过来 再不打钱 我可真要公开照片了 我冷笑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我还怕你了 我直接把邮件上的对话 贴在某博上 还特意把他的邮箱地址圈出来 对网友说 想看吗 找他要 没过几分钟 黑客在外网开始骂娘了 他邮箱被网友冲爆了 经纪人刘姐找到我 祖宗啊 你在网上少说点话 你这不等于自己直接承认了 照片的事是真的 可照片就是真的呀 黑客有证据 我又没打算给钱 隐瞒没什么意义 我跟刘姐说 我当初拍这照片 是为了自己私藏 没打算向公众传播 不犯法的 刘姐很无奈 你是外星来的吗 十几年前验照门 那些明星那么红 不还是被骂到退出娱乐圈 他们也没有错呀 但承受了那么多辱骂和损失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躲得过 我想了想 因为过去十几年了呀 观点总该有所改变吧 三 我请教了懂电脑黑科技的朋友 他判断 黑客应该人在国内 这个黑客形式格外谨慎 IP地址转了好几层 不敢通过国内社交媒体和我联络 就是怕被追到踪迹 邮箱被网友冲爆后 他开始在外网跟我喊话 凉迟48小时已经过了 我再给你宽限一天 再收不到钱 我可要公开照片了 热心网友把我截评到某伯 我直接笑了 在某伯回复 浣熊烧香 别耽了 宽限什么 你直接公开呀 评论去精了 这是什么操作 他为什么这么勇 我不理解 我知道黑客根本不想公开 他舍不得那五千万 我继续输出 网友看我照片 认谁不得说一句 小姐姐真幸运 前男友长这么帅 身材还这么好 我暗暗遗憾 分手了 挺可惜的 但没过几分钟 某伯开始卡顿了 我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影响力之巨大 五分钟之内 上了八条热搜 我发的帖子 被网友疯狂转发 下边评论一水的 想看 怒了 求求了 去哪领这样的男朋友 一分钟内 我要得到他前男友的所有信息 他好嚣张 我好喜欢 黑客也看到了我的留言 在外网账号回复 梁迟 你讲不讲廉耻 你们拍的是那种照片 还拿出来炫耀 你一个女的 知不知羞的 我很无语 当场回复他 我拍的是为了自己看 是你非要闹着公开 我有什么好害羞的 况且 你要是廉耻充沛 这照片 你连看都不好意思看 直接自戳双目 都是地球人 你怎么还双标呢 黑客被我惹急了 这次直入主题 你快打钱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我笑话他 怎么那么天真呢 你看我有要打钱的意思吗 你开口就要五千万 我辛辛苦苦 一天才挣二百零八万 这么多钱 我得挣二十四天呢 我留着买包不香吗 为什么要给你 半分钟后 黑客开始讨价还价了 那你看三千万行吗 我不仅不给他钱 还要托尔他 演戏不红的这些年里 我积聚了太多怨气 无处发泄 被剧组托尔粉丝少 被观众托尔演技差 被我爸妈托尔没男朋友 说出来都是累 但怨气不能朝无辜的人发泄 这次 我总算找到一个 可以名正言顺的让我托尔 对放情绪垃圾的人 我在某博朝黑客喊话 哎 换熊烧香 你看我的照片 会不会特别自卑呀 我前男友身材那么好 我要是你呀 垂死病中筋坐起 看着自己肚子上的坠肉 也要起来练500个卷腹 我猜猜看啊 你是不是每天 坐在电脑前面敲带码 体开腹肿 脖子前倾 腰间盘突出 眼带还特别大 每次看到我们美好的身体 你嫉妒吗 黑客沉默了 过了好久好久 他才回复 我有腹肌 我当场揭穿他 不 你没有 你前几条消息都是秒回的 这条过了那么久才回复 是不是刚才一直在阴谋 你不会还哭了吧 我都要恋爱你了 网友 他火力好猛 黑客被戳穿了 刚大点JPG5黑客沉默了 但手机提示音响了 前男友打来电话 你说的那个人是我吧 他语气莫名其妙的 很雀悦 我挺无语的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又不是什么好事 许臣低声笑 我们在一起总是吵架 分手的时候 我以为你讨厌死我了 没想到我在你心里 形象这么光辉 我打过来就是想说 很荣幸成为那个 让你被网友羡慕的人 我不是轻易就害羞的人 但听了他最后一句 整张脸热热的 埋在长毛铺玩偶里蹭了半天 我和许臣是滑滑板认识的 我俩当时都热衷于 研究高难度的刺激动作 我们骑 逢对手 在朋友的俱乐部一见钟情 那时我们还小 性格开朗热烈 路见不平特别能喷 我们总像打边论一样 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吵架 谁都不愿低头让步 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维护一段感情 后来 我整天辗转于不同剧组 演男混出头的小角色 他创业初见起色 决定进入国外市场 我们据少力多 男彼此迁就 就分手了 最后一次吵架 平复下来后 我开始解他衬衫 我们拍一组照片吧 你愿意吗 他愣了愣 笑了 是我想的那种照片吗 你挺前卫 我把相机架好 设好定时 他让我摆弄 充分配合 折腾了一下午 落日余灰洒在我们身上 两个人都知道 这段感情已经走向尽头 我把照片烤到空硬盘里 递给他 他没接 我当时自尊心有点受伤 以为他对这段感情并不留恋 电话那边 许臣开口 会重新遇到的人 不需要留照片做纪念 我要回国了 你来接我吗 因为我接下来的几天 飞客没再找我要钱 估计没想到我不按常理出牌 他暂时还没想出对策 但他怕照片的热度淡下去 每天在外网发一些 香烟诱惑 极致柔火纯情 敬爆大尺度福利 之类的吸睛关键词 网友已经不耐烦了 你还发不发了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你发这小简介有什么用 照片呢 我闲得无聊 在某博上挑衅 听个好刺激呀 快发来看看 哦 你不敢 你怕了 浣熊烧香 你不行 评论区网友疯狂为官 说我活跃的像个假号 我和他们闲扯 之前没红过 不知道当红明星的社交账号 该怎么运营 网友 刘姐让我别冲浪了 起来干活 可是 近期的工作安排 不是都取消了吗 私密照这件事 爆出来之后 舆论两极分化 一部分网友认为 我是受害者 看我嚣张对黑客很解气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 拍私密照 本身就是有伤分化的行为 看到我不以为耻 他们更觉得 我是不良导向 想让我退出娱乐圈 现在事情还没有定性 品牌和投资方 为了规避风险 暂停了我的商业活动和拍摄 我其实完全能理解他们的谨慎 投资就要讲回报率 现在资方摸不太清 市场对我的接受度如何 万一我的心系 我代言的产品 遭到大规模抵制 动辄几千万的投资 就要泡汤 总之 我最近着实很闲 没事就找黑客挑衅 但刘姐让我别摆烂 你虽然接不到工作 但你有流量啊 每天热搜的 前几条不都是你 在这个时代 流量就是钱 你搞自媒体 把个人账号先做起来 随便带货 不比拍戏这么多 对哦 刘姐果然是商业奇才 刘姐是名校 MBA出身 当场梳理了下我的经验和优势 我在不红的那几年 拍戏收入根本不够生活 做过健身教练补贴生计 闲暇时间 我学过运动科学理论 也考下了教练资格证 现在 很多打工人久坐 熬夜 因体检预警 而意识到健身的重要性 国家开始推广全民健身计划 政策上也支持 刘姐拍了拍PPT的大屏 健身自媒体这个赛道 靠谱 当天 我就开了第一场直播 带粉丝跳游养健身操 我想到直播会火 但万万没想到会这么火 开播五分钟 一句话引爆了弹幕 大家都在刷队 快讲讲 刘姐朝我点点头 示意我继续说 我和前男友 当时是真心相爱的 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就算公开了也不丢人 反正我是坚决 不会给黑客钱的 而且我坚持健身 又美貌又性感 一旦黑客公开 我立刻就成为 千万少男的幻想 千万少女的梦想 也不算太惨是吧 弹幕 就是那么自信 刷了满屏 我笑笑 继续对着镜头拉伸 所以你们别光看热闹嘛 找块空地和我练起来 以后要是遇到类似的事 至少不会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 对不对 网友很听劝 他们说试试就试试 一场直播下来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涨粉数远超预期 评论区也好评无潮 姐妹们 仰齿有点东险 一场练下来 并没有很累 感觉神清气爽 他们催我快点开下一场直播 我和刘姐商量了一下 专业的是 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她连夜从头部直播间挖了人 负责选品和运营 巧合的是 新招的同事是我初中同桌 一个阳光开朗的帅哥 叫齐飞 她变化很大 小时候名单寡言 现在整个人打开了很多 我们很快重新熟络起来 齐飞实话实说 你现在还属于风险艺人 热卖的产品线 不敢找你带货 怕被舆论反噬 我们就要找那种质量可靠 但销售半死不活的产品线 要是能救起来 那算你厉害 就不起来也不算你的锅 我给他比个大拇指 这逻辑感人 让我初次带货完全没压力 齐飞告诉我 每次开播前十分钟 要先和网友闲聊互动一下 这样可以为直播间积累热度 直播开始了 齐飞调了一条网友提问念出来 你详细说说 照片男主身材有多好 我朝镜头有深意零效 很好 一句话勾起了网友兴致 弹幕狂刷 别诱惑我了 好想看 我贴邮加错的描述 就是多一分太过 少一分又欠缺 这种让你觉得 人生不需此行的好 你们懂我意思吧 要吓得太猛 弹幕疯了 画面都有点卡顿了 在线人数直冲云霄 刘姐示意我 八卦点到为止 我笑着转移话题 向观众介绍齐飞 不过大家别只关注照片里的人呀 可以先看看我旁边的大帅哥 我看好多网友都好奇他是谁 我选了几条夸齐飞的弹幕念出来 助播小哥好帅 简直是我素未谋面的老公 想在哥哥的睫毛上荡鞠签 我有个大胆的猜测 前男友不会是旁边这位帅哥吧 羡慕的话我已经说累了 我直播间的第一个推广是卫生棉条 一个我常年在用的牌子 开场闲聊结束 我边做拉伸 边真情实感的介绍 我和卫生棉条可以说相见恨晚 以前拍打戏 要在空中掉几个小时 我就特别担心会侧漏 但自从用了卫生棉条 就没这个顾虑了 连续六七个小时都很放心 而且夏天啊 真的干爽舒适 不排斥的话 你们可以试一下 可是没想到 挂上链接没多久 我的直播间就被愤怒的网友冲了 好多还是男性网友 梁池妮怎么恬不知耻呢 竟然在公开场合谈了女性卫生用品 我绝对不允许我女朋友用卫生棉 你自己偷是进国也就算了 还想用棉条把别的女人也拉下水 太恶毒了 还有那种特别猥琐的评论 用这个 是不是很爽啊 一条条弹幕看过去 我对人类的多样性大开眼界 我火气根本憋不住 就逮着说话最难听的几个大哥回怼 这位血战无双1987 我就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在一个 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大放厥词 用卫生巾还是棉条 是女人自己的选择 关你什么事 孤独对一叶大哥 棉条的长度只有5厘米 直径平均1.5厘米 你情况再怎么不尽容人意 也不至于破防成这样吧 还有这位厚德载物下话先犯心 生理期用品 怎么就不能在公共场合讨论了 全国大吉以女性都日常使用 正常需求为什么要成为禁忌 你每次去小卖部买卷纸的时候 也觉得羞耻吗 还有 情调神976 你的评论真的很为锐 鲁迅先生讽刺过你们这种人 一见到短袖子 立刻想到白胳膊 怎么过了一百多年来 你想象力还是如此跃进 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 劝你自己收得点 狂喷了几分钟 我心情舒畅 带着粉丝们进入正式健身环节 运动了一个小时 总算把这点怒气都发泄出去了 下播的时候 刘姐和齐飞激动得不得了 嘴角都咧到耳朵根 他俩告诉我 卫生年销量暴涨 品牌方都惊呆了 想牵你代言 刚才一个小时的功夫 几十家品牌要找我们投放 现在选品都忙不过来 好多网友说 你骂得太带劲了 一天不听都难受 直播虽然结束了 但骂仗还在继续 不知为什么 一些男网友特别介意 明星选择什么样的生理器用品 我推广棉条这件事 直接踩到了他们的围区 有人甚至一路追到我某国来骂 你嚣张什么呀 生活这么放荡 还在公共场合说私密话题 这种女人哪个男的感觉 你等着孤独终老吧 我二叔是造型师 他说娱乐圈谁可深了 你明星都是靠身体上位的 梁池这种女的 来给我都不要 这类评论特别多 他们义正词严 互相复合 有粉丝觉得我很无辜 帮我和他们吵架 却被他们组团围攻 你自己也很放荡吧 才替他说话 你是梁池水君吧 他给你多少钱啊 带带我 你小小年纪就又勉强了 告诉哥哥 爽不爽啊 改天去你的学校找你啊 我看了一阵恶心 点净被围攻网友的个人主页 发现他还是个初中生 这个女孩对网络世界 完全不设访 他主页简介上写着学校名称 还发过不少自拍照 偏执的黑粉 可以直接顺着主页找到他学校去 我越看越揪心 再点开女的喷子们的主页 发现有的竟然公开 求过过我的AI亲密照合集 评论区的骗子们 让他们加决领取 整件事就很讽刺 这些人对青春有着莫名的执念 要求女性恪守真结 与其他男人都保持距离 却在背后一引你 幻想你只对他一个人展露性感 我在某博主页 直接爱出那个说没人娶我的网友 大哥 我也没有在追你吧 请问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就这么自信 做梦也要有个边界好吧 我看你主页还求过过我的照片 你怎么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这么诚实 我不介意你一引我 但不代表我就属于你了 我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 我不可能为你而改变 而且说实在的 你要是想娶我 我才害怕好吧 有你这种仰慕者 我都觉得丢脸 我会不停的反思 我有什么要改的地方 刘姐在旁边提醒我 我是公众人物 和素人影响力不对等 就算再生气 也别只逮着一个网友薅 要与陆军沾一点 我点点头 平复了一下情绪 刷刷评论区 发现有很多网友站在我这边 不少人还安慰我 梁姐别生气 那个不想娶你的大哥 之前也说过 不娶某天才滑雪运动员 他说人家公寒 生不出孩子 他们全村都不娶 我就不明白 我们独立女性 不是为了和你结婚而生的 果断下单了棉条 有些网友真是的 我又没花你的钱 你管我用什么生理器用品 10 虽然网上对我骂声不绝 但直播间的销量很有说服力 品牌们纷纷找上门来 由今 女性能经济独立 占消费市场的半壁江山 愿意为自己支持的理念买单 品牌商也从善如流 为女性权益发声 隐私被侵犯 那是加害者的耻辱 追求自由 享受爱 女性无需羞愧 这些品牌很快被消费者爆买 我的直播间热度越来越高 收入大大超出团队预料 黑客 看我赚钱很眼红 死外网阴养我 你看你这么放荡 前男友拍照片 就不要你了吧 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还不是没有男朋友 我哪里是吃亏的人 直接在某博上骂回去 你敲诈我这么久 一分钱都没赚到 很着急吧 你既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钱 我都替你着急 我至少赚到钱了哈 评论区 网友一片 论吵架 这黑客根本不是梁池的对手 我超得意 觉得自己才华无处玩放 这时忽然看到 许晨的万年将嗜号 发了一条帖子 他想有的时候 随时可以有 爱爱的演员 梁池我心头一荡 许晨成立的人工智能公司 风头正经 他很快就被网友认出来了 网友们惊叹 梁池有点东西啊 竟然还认识科技圈大佬 许晨三观好正啊 不愧是精英 我怎么觉得这个回复很暧昧 许晨是不是在追梁池啊 但暧昧的氛围 很快被冲散 没过几分钟 上部戏和我一起爆红的 顶流男星骁然也为我站台 文案都一样 他想有的时候 随时可以有 爱的演员梁池 然后和我搭部戏的演员们 就像约好一样 都站出来支持我 他们队形很整齐 都用了许晨的原话 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站出来 证明我找得到男朋友 这场景气好笑又浪漫 像一场盛大的行为艺术 在这个另一优先的圈子里 他们都没选择 与我划清界限 我感动到 想出门跑几圈 许晨发来消息 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凑热闹 我笑出声 回复他 真的随时都可以吗 明天行吗 明天是他回国的日子 他秒回 今天就行 十一 第二天早上 我接到民警电话 说黑客浣熊烧箱落网了 他想见我一面 我感叹 咱们网警水平真高 迅速侦破烂件 警察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也不算是我们侦破的 这个黑客从你能瞄到前 觉得照片烫手 就想把照片转卖出去 但价格没弹拢 买方一路之下 直接报警了 我震惊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果然恶人自有恶人魔 见到黑客我笑了 他果然是我想象的模样 二十多岁 脖子前轻 眼带巨大 肚子有坠肉 我笑话他 哎 你不是说你有腹肌吗 你是重新定义了腹肌吗 他一脸黑线 让我别高兴太早 他别自己留了后手 我提前想到自己 有被抓的风险 就写了一个 自动发布照片的程序 每天中午十二点前 我都会重置这个程序 这样你的照片就不会流出 如果你自愿多写一份谅解协议书 求情让我少盼几年 我就永久性的把照片撤下来 这次你不用花钱 是免费的 他那口气 说的好像我要感谢他一样 他都被抓了 还敢明目张胆的跟我谈条件 我断然拒绝 你想不不要想 我不理解也不原谅 盼多少年你都活该 黑客的表情 有种不和他年纪的油滑 小姐姐 厉害关系你 可要想清楚啊 签得谅解书 对你来说是没有成本的事 不签的话 两个小时之后照片流出 你的演艺生涯就彻底毁了 他笑得猥琐 梁池 你拍的都是什么脏东西 你自己清楚警察怒斥黑客 但他一脸张狂 以你的技术 花一个月也破解不了我的程序 这件事情 还要梁池小姐姐自己想清楚 我比得撇他一眼 你想多了 不挣馒头我也要挣口气 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拿来谈判的 这是原则问题 我愿意赌上职业生涯 让你多判一年是一年 黑客谈判未果 肉眼可见的慌了 我扭头就走 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 黑客没有框我 两个小时之后 照片爆出来了 我和许臣打着马赛克的照片 在全网流传 我哭丧了脸 把他从机场接回来 抱歉啊 这次连累你了 他很认真看着我 梁池 这件事不是你 得错 你不需要道歉的 这下第二只靴子落下来 你可以安心睡一觉了 他真的很懂我 这些天 我虽然嘴上很狂 坚决不对黑客妥协 但心里总有些起义 比起公众形象的损伤 我更抵触这些照片 被自己社交圈里的人看到 我总会想 亲戚朋友看过这些照片 会做何表现呢 他们再次见到我的时候 是装都没看过照片 避开话题 还是大方提起 说笑话帮我消解 然后一比带过 我确信朋友们 都会向我展现善意 会想象着见面时的场景 我还是觉得尴尬难当 尴尬到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远离网络 几个月都不见熟人 我第一次感受到 社会性死亡这个词 说得如此提起 但我逃避不开 我今天下午还有场直播 一想起接下来的 满满的工作安排 我就压力大到想捶脑袋 刘姐像看得出我心思 和我商量 要不我帮你取消了吧 我想了好久 还是摇摇头 可我早晚都要面对的呀 这件事会像刺青一样 打在我身上 无论过去多少年 公众提起我 都会说起这些照片的 我总不能一直藏起来吧 齐飞劝我 你也别太逼自己 根据我的经验 逃避不算可耻 而且很有用 我起身抱了他一下 我就是想大大方方 风风光光的 把那些说我有错的人骂回去 虽然他们人多势众 但我是公众人物 我有影响力呀 每一次发生的机会 我都要倍加珍惜 下午直播准时开始 我看到很多善意的声音 他们夸我勇敢 让我不要介意恶评 他们说错的不是我 赢者见眼好吧 我只看到人家小情侣 爱情美满 他前来有真的好帅呀 良辞一点没夸张 你那么跳脚 是因为你嫉妒别人 还有甜蜜真诚的感情吗 你是封建于业吗 把有伤风化 这种古早词汇挂在嘴边 他身材太完美了吧 我要从今天起 坚持健身了 我受到鼓舞 振作起精神 把恶评挑出来 一一反击 说我照片不雅 让我去死的这位网友 看到女性的身体 让你这么痛苦吗 我的照片确实是自然拍的 可如果有人 在公共浴室被偷拍的照片 受害者也该去死了 正经理人洗澡 怎么能不穿衣服呢 对吧 怎么这么多人 说我淫荡 我是和我男朋友一起拍的 又没和你男朋友一起拍 也没有用你家相机拍 你有什么可生气的 我为什么要羞耻啊 照片不是我自己爆出来的 我再说一遍 我是受害者 想追究社会影响 你们应该去骂黑客好吧 但骂着骂着 我刷到越来越多孩子家长的评论 这件事对青少年影响太恶劣了 挑战了社会道德底线 我家孩子还在上小学 今天他和同学模仿摆拍的这些照片 我直接破访了 家长们义愤填膺 说我对青少年影响不好 是不良导向 孩子们一旦看过我的照片 就早熟了 不单纯了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反驳 齐飞看我沉默 接下了话茶 影响不好 她冷笑 我上次听到这种说法 还是初中的时候 我诧异地看着她 没想到她愿意分享这段难言的经历 齐飞继续说 当时班上有个女孩生病 医生给她开了病药调解激素 不巧 她吃药的时候被同学看到了 班里开始传她私生活混乱 和校外小混混不清不楚 后来留言越来越离谱 整个学校都说她怀孕了 有家长找到学校 说不想让自己孩子和她一个班 让学校劝退她 女孩的父母很担心 把病历和处方拿给老师看 让校方帮忙澄清 可其他家长们不依不饶 说这个女孩影响不好 让她家儿子过早地了解了生理结构 害得她家儿子不单纯了 说到这里 齐飞停下来 我心里也哽个一口气 我问网友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只在意影响 而不关注事情本身的对错 吃个毕业药就说你烂娇 染个粉色头发 就传你陪酒 和男朋友私下拍照片 就说您当 您对你性能恶意这么深吗 而且就算真的有人怀孕 又怎样呢 你就要剥夺她 继续向前走的机会了吗 你就这么肯定 你家的孩子永远十全十美 永远不会成为 别人眼中的不良影响吗 说我对你家孩子影响不好的人 好好反思下你自己 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通过我的事 学到了不该谴责受害者 你家孩子只学到了姿势呢 齐飞沉默着 眼睛呆呆看向前方 我看看她 旁边的那个女孩委屈的说 为什么男孩子就没有这些困扰呢 没有人说男孩放荡 没有人说男孩勾引别人 没有人给男孩造黄瑶 更不会有人污蔑他们怀孕 我记得 那个女孩说 她想要像男人一样自由 我翻看评论区 看到网友感叹 齐飞看起来好难过呀 那女孩应该是她很好的朋友吧 有人问 那女孩现在还好吗 她还活着吗 齐飞挤出一个笑容 活着呀 她现在人开朗很多 也算走出来了 观众们都没注意 齐飞出自直播的时候 有条弹幕一闪而过 梁池和齐飞不可能是同桌呀 我和他俩一个初衷 当时学校严访早恋 男女生是不让坐在一起的 评论区风向逐渐扭转 很多网友觉得 我的争辩有些道理 我一股作气 想了想齐飞的事 向网友输出 我发现大众对男女的 道德评判标准很不统一呀 照片里 我男朋友也没穿衣服 可某博上都羡慕他 说他厌服不浅 还有人说有钱就是好 能泡到女明星 我发了许辰某博 三千多条评论 就没有一个人 说他生活放荡 可他人那么帅 为什么少有人说我厌服不浅 网友都在骂我放荡 是不是这种贬义词汇 只能用来形容女性 我的发言 引来很多女网友附和 也许他们很多人 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吧 明明自己没有错 却被恶意的流言所内 你胸太大了 你裙子太短了 你和男孩子说笑了 你两腿之间有缝隙 所以你不是一个好女孩 到最后 连自己都会不自觉地跟着羞愧 因为女性对身体的耻感 对亲力关系的禁忌 已经成为成长教育中 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 可我根本不想做个好女孩啊 我只想开开心心 自由自在地生活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想和谁谈恋爱就和谁谈恋爱 我只想那些对我 只手画脚的女的卫士们 滚得远一点 不断有网友为我发声 梁迟说的很有道理啊 大众对女性的恶意太多了 她毫有勇气 如果是我遇到这些事 我都不敢站出来 为自己变白 这时 有火眼睛睛的网友指出来 你们发现没有 梁迟前几天提到照片男主 说的都是前男友 可今天他说的是男朋友 齐飞特意念出了这条评论 对我顽皮的眨眨眼睛 这下网友们都反应过来 弹幕再次刷起 什么情况 他俩复合了吗 说真的 他俩好般配 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 我把雪橙叫到镜头前面来 得意地问网友 帅吧 我就说你们会羡慕吧 雪橙老脸一红 垂下睫毛 牵过我的手 网友 救命他好帅 他手上的清清好色 我也要谈的这样的 他真的值得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 维护良尺的人 我先说 良尺女士真是厌服不浅 雪橙眼里满满都是爱 破镜重圆 YYBS 还好舆论没有反扑 我躲过了风沙 成功在娱乐圈苟住了 飞客判了七年 他多次向我求情 求我谅解 都被我果断拒绝 这种恶意不值得原谅 可这次事件 对我的职业 还是有不小的影响 好几部之前谈好的甜宠戏 都挽拒了我 巨方说 我眼前妹观众会出戏 他们说我太能喷了 我一开口 观众就会觉得 我要开始吵架 就无语 好在 在 齐飞和刘姐的规划下 我的直播事业蒸蒸日上 观众说 看了我的直播 他们不仅坚持锻炼 身体变好了 吵架也发挥得越来越好了 不再容易被长辈和领导 突然 我安慰自己 这也算是小有所成 不久后 有部小成本的网剧找到我 演一个潜伏在地球的外星女封批 题材太小众 根本没人愿意投 拍摄资金特别紧凑 我接下角色 自己也投了一点钱 这个剧意外的大红了 观众胜赞 这个剧脑洞大 人物鲜明 对女性的描摹不刻板 为数不多的投资人们喜笑颜开 获得数十倍收益 这部剧成了当年的现象级影视 有媒体人分析 如今电视剧市场 近七成付费用户都是女性 大家已经看腻了善良单纯 委屈求全的甜美女孩 想看些自意快活 敢爱敢恨的女性角色 演过外星人之后 我的戏路彻底打开了 我演过雷厉风行的职场精英 演过轨迹多端的反派 演过阴暗爬行的风批 演过外表甜美的反差风批 观众反响很热烈 谁不喜欢难以捉摸的神秘女人呢 各大网站上 依旧有不少人对我的身体品头论足 可尴尬这种事 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闲得无聊的时候 我会挑几个黑粉亲自问候 看个照片能激动这么多年 你好没见过世妙大清早王了 你也阳光一点嘛 全轮完